西方国家发达是信基督教 这种谎言在中国人的教会里反复被传播 误导人信教,拉人头,为的就是教会的收益 目前基督教信仰最高的是非洲国家90%以上 发达,西方基督教国家几十年下降 基督信仰率现在大约是 美国60%、欧洲国家50%、澳洲40% 的确还有比较高的信仰率 原因是欧美国家还有很多教会学校 孩子对口的学校是基督教学校 孩子和至少一个家长就要被迫信基督教 但是随着社会文明和多元化公立学校 越来越多人们不会被迫信基督教 人们的文化水平越高也越不信基督教 在中国偏远地区的低教育人群是信基督教的主要人口 在国外一样越是经济文化发达的首府城市 抛弃基督教的速度越快 基督教信仰越低 在没有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国家 信基督教比例一律都是很低的 比如日本不超过1% 欧美国家有很多教会学校 是因为历史殖民和教会利益集团的原因 欧美很多华人做牧师本身是不信的 就是为了可以赚钱忽悠中国人 澳洲20年基督教下降40%多 所以社会越文明发达 信基督教越少